一到月经期就浑身发冷怎么回事 王玲 主任医师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妇科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讲 会去分辨这个人的体质 比如说是不是气虚的 阳虚的 甚至是不是寒凝体质等等 不同的体质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那么在来月经的时候大家注意 一定要注意保暖 你可以用一些热水带等等 去敷你的小肚子 然后千万不要就是受凉 来月经的时候特别有的时候下雨天 然后你穿个超短裙露了大腿小腿 有受凉这些情况 肯定都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 还有不要吃深冷的东西 像冰箱里的这种冰制品冰水果 这些尽量要少吃 有的时候可以喝点姜汤水等等这一类的 那么如果觉得还是比较厉害的这种 寒冷可以到医院 我们看看舌苔大大脉 然后根据你的体质 帮你用一些中药来调理 专家提醒您 一到月经期就浑身发冷 可能是个人体质的原因 可能是气虚 阳虚 甚至是寒凝体质等 不同体质会有不同表现 平时需要注意保暖 少吃生冷的食物 可护一口 有点反映